大家好, 歡迎收看足球頭條 今天又拍大巴為大家報導幾宗轉會的傳聞 今天的第一宗轉會傳聞就是關於 巴塞隆拿就開始跟曼聯談關於福仔轉會的事 這個就是Give Me Sport這個媒體報導 曼聯這個暑假會有很多轉會的工作要做 包括一些一隊球員可能會離開 現在傳得最多的當然就是普巴 但是原來拉斯福特現在都有傳聞 如果拉斯福特離開的話對他們的損害應該是很大很大 這位21歲的前鋒球員就在47場中進入了13球球 在去年的時候 他對於奧特福這隊球隊都有相當大的貢獻 尤其是他很多時候都會頂替努卡古作為正前鋒 尤其是最後六個月蘇斯塔上去做領隊之後 基本上都會選擇他做正前鋒多於盧卡古 但是當蘇斯塔上被問及 拉斯福特會不會留在曼聯 可能是留在曼聯十年去挑戰朗尼的入球紀錄呢 蘇斯塔上就這樣說 他是接受了Telegraph的報紙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這樣就會非常之好 我們知道所有的名宿的質素 在這個球會都會留在這裏很久的 曾經我們會試過有一個one cup man 即是一生人之效的這個球會 那個就是傑斯 我們都希望拉斯福特可以是其中一員 這個當然除了我們和他一起 大家都有這個想法 如果他繼續不停製造入球的話 他一定會在球隊的上陣名單上高 但是拉斯福特現在進入了最後十二個月的 他這次合約 巴座隆納可能有些想法 巴座隆納已經不停和他討論續約 希望可以和他續多五年的合約 但是暫時還未成功 所以暫時來說 巴座隆納可能有些想法 根據西班牙媒體Sport的報道 巴座隆納已經開始和拉斯福特在討論 會不會討論他轉換過去 巴座隆納的領隊華華迪 巴座隆納很清楚英格蘭的前鋒球員 有什麼能力 以及巴座隆納的頭三位前鋒球員 以他的工作效率和入球觸覺 他是非常欣賞的 當然了 曼聯一定會出盡全力 就會留下拉斯福特 如果巴座隆納真的正式提出轉換會要求的時候 那 雖然 巴座隆納和曼聯都有一定的關係 包括木仔 即是阿奧華特 以及巴座隆納的高層 都有一些良好的關係 但是 曼聯已經說過了 如果少過一億歐羅的話 基本上他們都不會考慮的 這樣 巴座隆納可能都很大機會 會有一定的現金去做這件事 因為他們心目中要清洗球員 包括Cimando 古天奴 和奧士文丹比利 如果他們能賣出的話 其實都會有多少現金流 令到他們 最後的筆者就問 拉斯福特會不會 跟美斯和蘇瓦雷斯 可以成為一個進攻的組合呢 這樣 大家都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答案了 第二單的轉會傳聞呢 就是這個 看看 就是關於曼城 曼城就好像想介入 因為 有位葡萄牙的球員 叫做 簡歇路 原本來說 跟曼聯有些傳聞 但是這個意大利的記者 Nikolo Shidra 就說 英超冠軍的曼城 就可能想找這個簡歇路 去曼城那裏 幫忙踢球的 這樣 這樣 還說到很詳細 他說曼城 預備給他合約到2024年 會出到8萬5磅 周身 去吸引他 希望他 跟這個 卡瓦克 可以有個競爭 在右閘方面 另外 另一位 集委球員 為曼城 說 曼城 對他有興趣 根據太陽報的報導 新的報導 可能 考慮 會不會造一個 用丹尼路 和簡歇路 交換球員 根据报道,祖云达斯会要求4400万元,这个简蛇路的转会费 但曼城希望他们两年前用2600多万磅买了丹尼路回来 看能不能拿他们做交换,加钱去换简蛇路回来 因为这位巴西的球员在转会之后,一直都拿不到正选位置 曼城也很有兴趣马体会的球星Rodri 根据记者Duncan Castle说,这个转会也很大机会发生 他在一个Podcast里说,他知道从几个不同的消息来源就说这件事会发生 他说在西班牙那边一听到,Rodrid这个球员很大机会加盟曼城 马体会那边已经在安排一个代替他的球员 这个转会,马体会能够阻止能力有限 因为这位Rodrid这个球员有7000万欧罗的买断条款 曼城可能已经很有兴趣去买这个球员 不惜动用买断条款去完成这个交易 接着这宗传闻就是Celsio Mercato 这个媒体报道 主角就是Berno Fernandez 英招球队二次被传 很有兴趣去签这个球员Berno Fernandez 之前已经有与曼联和AC米兰 与这个球员扯上关系 这个葡萄牙的球员在 Sporting Lisbon 即是里斯本体育这个球员今季做得非常好 刚刚是代表葡萄牙以3比1赢了瑞士的欧国联的4强比赛 有帮手的 一个媒体叫Record 就说 以此现在都开始跟曼城 曼联和AC米兰竞争中场球员 刚刚的24小时 大家都竞争得非常激烈 另外一个媒体A BORNA就说 曼联就暂时来说 一个最高的 开价 高过二次的 他就知道二次是 6800万欧罗 但是Record这个媒体就说 二次就是 可能会提价的 也有提到 这个球员的经理人 Miguel Pinot 就被人看到在伦敦 跟热刺谈 究竟是否真的会加民热刺 大家要留意一下 继续 接着这宗的传闻就是Guardian的报导 大家都看到 这个就是 今年在富咸的年轻球员 杀成勇 杀成勇就跟富咸说了 他就不会跟他们继约 下一个暑假就会满约 这位19岁的 风长就有很大的机会 他也表明过 他有深细热致的 杀成勇就将会 来近就会代表英格兰的U21 出席这个比赛 就会对着意大利和 星马年路 几个大的球会都已经在追逐他了 传闻上就包括有巴黎圣日尔门 曼联 由于他本身识讲法文和英文 所以 巴黎圣日尔门可能因为这样传出 和他有些 可能想收购他 沙成勇也很清楚 其实他已经说过了 他就很想加盟二次 不过是说 二次都已经 跟逐了他几年 留意了他几年 他就很想 跟领队普哲天奴 踢球 由于普哲天奴也有很好的记录 关于 发展一些英格兰的 好的天才球员 所以他自己就觉得 想跟普哲天奴 这里也有提及 普哲天奴很想在7月8日前 签到杀成勇 因为他就可以跟着球队一起去做一个 季前的预备 对不起 季前的预备 富咲就说过了 一个转杯费大约是4500万磅 他虽然很年轻 但他已经踢过超过100场的联赛赛事 包括35场的英超 在上一季 当然 富咲就已经是 这个叫做 降了班 但是 热刺在另一方面 就不希望 会给超过2500万磅 的转会费 所以两间球会 都仍有一个 差距在 转会费的方面 接着 关于车路士的 一个 这个就不是传闻了 这个就是一个报导 Guardian的报导 车路士正式去CAS 即是 体育仲裁的法庭 提出这个上诉 上诉的是什么呢 就是 国际足协 刚刚在上个月 反对了他们的提出上诉 关于 他们会有两个转会枪 的禁制令 就不能够买球员 因为他们之前犯了一些 国际足协的规例 关于 买一些海外的18岁以下 球员的情况之下 就犯了规 但是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正式了 这个CAS 正式 证实了 他们已经提出上诉 但是 就算这个上诉 究竟 会不会 上诉期间 这个禁令会不会被阻止 即是说 上诉期间 的时候 即是来着这个 转会枪 不是来着 是现在这个转会枪 车路士可不可以买卖球员呢 其实都暂时未有定案的 因为 CAS那里就有个情况 他们有声明 就说 现在就未有 一个决定 他们都要看了一些文件 看了个案件的情况 才可以下到这个决定 OK 所以看这个样子 车路士暂时 未能够买球员 但是如果 CAS那里有一个定案 有两个定案要看的 第一 接不接受他们的上诉 和上诉结果 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 第二 就说 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个上诉 在上诉期间 这个 禁止买球员的禁令 是不是继续 还是 停止暂停 这个 CAS暂时 都未有答案 车路士的球迷 可能真的要留意一下 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继续下去 好了 今天最后一宗新闻 都是关于一些 关于一些 罚责的问题 曼城 我们在足球头条都说过了 他们亦都是 被这个 看看 欧洲足协 曼城就是欧洲足协 罚他们 就说 关于他们犯了一些 FFP的 规例 那么 已经是 那个案件 就已经是做了定案 就发了 去那个 那个 欧洲足协的委员会 看看他们要判 怎样罚 暂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 曼城这次就厉害了 那个罚质 都未出来之前 全民中最重的罚质 就会是2020 至2021年 那个欧联比赛 就禁止他们参加了 这样 但是这个 这个裁判团 都未说出他们的罚质 之前 他们现在暂时 已经第一时间 走了去CAS 又是 没错 是刚才车子 去上诉的地方 就是体育仲裁法庭 已经是 做了一个 CASE 就是怎样呢 他们想做了一个CASE 去阻止 去阻止 这个 欧洲足协的裁判团 去发出这个 禁令 或者发出这个 判决 这样 他们的 看看 他们正式来说 我再说得清楚一点 曼城去体育仲裁法庭 那个 控诉 那个CASE 就是 他们在挑战 欧洲足协 有没有这个 权利 去将他们这个 FFP的CASE 传给他们的 仲裁 那个委员会 去判决 因为 为什么呢 他们应该 他们的说法 应该是 因为 他们的根本 由头到尾 都是没有犯过任何的 条例 根据他们 这样说的话 OK 有几个 团体都说了 发表了一些 曼城方面 就说 这件CASE 其实 他们就有很多重要的证据 曼城给 欧洲足协的证据 他们都没有考虑 另外 另外有一个 没有开名 第一个 高级的 欧洲足协的人员 就说 没有开名 每一个人 都应该 是有一个 无罪推定的 就是说 初次 指 每一日 未判你有罪的时候 一日 都应该是 清白的 他就说 因为这样 就很难看到 为什么 曼城 就有一个 可以上到 CAS 那里 去做一个 CASE 他就说 FFP 就已经是 其实我们的 规则里面的 很多年 已经 人人都知道 这样 所以 暂时来看 资讯都不是说 太多 但是暂时来看 曼城可能就是 先法制人 在欧洲足协 都没有裁决之前 已经走了 去这个 体育仲裁法庭 那里 就做了一个CASE 先看看 有没有办法 可以做到任何事 今天 的 足球头条 就这么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如果喜欢足球头条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订阅这个YouTube频道 Like这条片 更加重要 介绍给多些 你们的足球 喜欢足球的朋友 看这条片 看这个频道 多谢各位 拜拜